一般人买车都是作为日常上班或者外出的代步工具 基本每天都会开出去 不过也有人长期不使用就直接放置在车库里 这无疑是在毁车 想想看一个电子玩具放久了 还会因为电池腐蚀而损坏 何况是汽车这种复杂的大型机器呢 如果实在需要将车子搁置一段时间 需要提前的车子 先做好保护措施 首先最先注意的是电瓶 就算车子不使用 电瓶里的电也会慢慢跑掉 如果电全部跑完了 可能等你回头再想用车的时候 就不一定能打着车了 所以在搁置之前 最好将电池的负极拔掉 防止车子上的电子设备耗电 如果要搁置时间比较久的话 可以提前把车子开出去一会儿 给电瓶充充电 这样可以多放置一段时间 然后需要注意的机油 就算是没有使用发动机 机油也会因长时间静置而被空气氧化 变得浑浊浓稠 这样的机油已经算得上是变质了 所以如果你的挨车要放置较长的时间 可以时常给它换换机油什么的 最后千万不要忽略了轮胎 车子停着一动不动 压力全在轮胎上 如果轮胎气不足 可能轮胎发生形变比较严重 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 轮胎就难以恢复 随着时间的流逝 轮胎内气体也会一点点减少 更会加重这种趋势 最终会导致轮胎报废 所以最好提前把轮胎胎压提高